社工们用主动打电话以及亲自家户拜访方式 在严峻疫情下关怀弱势家户民众和孩童 了解他们的需要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升温严峻 为了避免低收中低收家庭内有6岁以下孩童 大约有500户弱势家户民众 因为资讯和资源的弱差无法及时求助 在基隆市长林又昌指示下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社工们主动出击主动关怀 为弱势家户民众提供宣导 咨询托育及经济等整合性服务 所以我请我们社会处也要主动出击 不要等到人家来做申请 所以在这个社会处它针对 本市所有的中低收入户还有这个弱势家庭 主动的去这个准备 把他们全部的做一个这个审查跟检视 透过社工的一个主动关怀来提供弱势者 有关于教育医疗还有其他人救助等等的一个协助 因为通常他们不一定会主动的来提出这个请求 在4月25号我们就启动了弱势500的一个关怀的一个专案 针对基隆市列策低收中低收入户 有6岁以下的少女家庭 总计有380户 超过510人 我们启动这个专案 大概我们一周多的一个时间 由社会处家庭福利福利中心的社工 进行电话的一个关怀 那透过这个关怀的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到弱势家庭的需求跟困难确实相当的复杂 包括临时工的这个工作的一个维系啊 收入的这个影响 甚至也包括预防性停课后子女的一个照顾 家中若有这个身障者或者是老人的一个不养照顾的人口 更有遇到了照顾交替跟人手安排的一个困境 那社工这边也会针对我们这些关怀的家库 若有紧急的需求 我们也会运用社会处的爱新食物银行 提供相关的一个物资跟关怀 那这个部份我们目前是在上个礼拜 做了第一波的这个关怀跟回收 后续我们还会再针对 这当中我们捞到的一些弱势家庭 大约有一成的这个个案 我们会开案 持续提供他们相关的一些福利服务 经济补助跟一些社会福利的一个资讯 根据社会处统计500专案中 包括低收中低收家庭以及教育处 转介个案总数6岁以下关怀儿哨 大约有506人 虽然疫情严峻充满着容易懒意 人人自为的氛围 不过负责500专案的社会处 社会工作科 家庭中心20位社工们 依然秉持信念 服务这些弱势家户民众和孩童 让政府作为他们最坚强的依靠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